Patchik Tan Patchik年輕時已經著手創業 24歲他已經賺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成功協助一間企業 得到了上市公司的高價收購 正當他事業如日方中之際 企業遇到了無法掌控的因素 他由一夜之間從高峰跌到谷底 有幸他在三年多前 看準了未來的趨勢 決定轉換事業的跑道 現在他靠著奮鬥努力 和系統的力量 他的生意不僅拓展了超過三十個國家 最重要的是他賺到時間的自由 他可以和他的家人共處歡樂時光 現在我們邀請Patchik和你分享 Hello 各位來自全世界的朋友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線上 可能有部分的朋友 其實都是剛剛今天 在早一個小時前 第一次了解設施的 或者可能在螢光幕面前 有一些已經是我們的夥伴 已經加盟了 我相信今天 在接下來的三十分鐘 我做的培訓 可以來說 對大家是非常之重要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都是用回我過去 其實我領導人的教導 而最重要的是 加上在這三年多的過程 我走過這段路 我自己誤出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我是看到那個價值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哲司環球 或者我準備了一個資料 去給大家參考的 我先把我的資料拿出來 OK 沒錯 就是這個 OK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看到價值 什麼叫看見價值 我自己從2013年的一月份 當時我加盟了自私 我全力去發展 但是其實我是連我自己的生意 我之前我是自己一間的 顧問公司的老闆 那我都結束了沒有做 我全力發展折施 那一切原因 在早期的 我為什麼我要作出這個決定呢 因為當時其實我是負債 而來折施的 沒錯 可能剛才大家聽到介紹的短片 是說我24歲 賺了人生第一桶金 但是其實我人生經歷太多的高低起跌 上了人生的高峰 然後又跌下來 去到谷底 那其實不是說去到零 是去到負債 那一而再 再而三 我不斷地經歷 我發現我真正要改變 但是所以 在我當時加盟哲私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什麼呢 我看到的其實純粹是一件事 我要賺錢 我不想再過過去的生活 所以這個是我當時看到的價值 但是當我發展了一段的時間 我慢慢在這個平台上慢慢開始成長 開始賺到少少錢 那我發現原來我最想的不是要賺錢 我最想的是什麼 是真正背後的價值 就是真的有時間可以陪我家人 因為過去的20年了 我創業的過程 那我大兒子都已經11歲 那我發現其實在我發展哲私之前 完全沒有時間去陪他們的 那所以 我當我看到哲私帶給我最終的價值的時候 我整個人的動力 我是不一樣的 我的做法 我去和我的朋友溝通 去帶領我的團隊 其實整個方法我發現改變了 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呢 我突然間 我在早幾天 我想到我在網上 我看到 股神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誰 巴菲特 他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而這個也是在全球 在金融界其實是一個金句 他說什麼呢 價值是你賺錢 價值是你賺錢 什麼意思 如果你根據字面解釋的 其實就是說 我給你看看 價格是什麼呢 其實是你付出的東西 而價值是你得到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價值 剛才我講過 我來到 我看到我是為了什麼 當然 他這句說話 並不是來作我這個比喻 但是 當我看到他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會看到 在哲私那段路 我的過程 其實我遇到也是一樣 我的感悟出來是什麼呢 價值是我付出 OK 我呢 就是今天來到 哲私環球 第一 我今天當作這盤生意 是一個 三千美元的生意 並是一個真真正正 可以改寫我人生的生意 很多朋友 今天如果你看到 其實這盤生意 都是投資三千美元 是不是 那你就會用什麼呢 用小生意的方法去對待 哲私環球 但是 剛才你聽到 我們是 有四位的分享者 有很多故事 徹底底 其實是改變了 哲私環球 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所以 今天你的觀點 你認為今天 哲私環球 是一盤多大的生意 最後 你得到的 也是會多大的 而你的朋友 去了解的時候 也會因為你的思維 你對哲私的看見 而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 而價值 就是真正 我們得到的東西 而我們得到的是 是 OK 和兩個兒子回來 OK 好 那價值其實呢 是 你得到想要的東西 那最後 好 OK 抱歉 家值 是 OK 好 我兩隻猴子 她剛剛在街上回來了 她們先進房間 快點進房間 不要 OK 這個呢 其實大家看到 就是我的家庭生活了 現在 OK 為什麼呢 其實我過去的十幾年 我大的小朋友十一歲 小子八歲 其實我從來沒有任何 跟他們相處的時光 那時候他們完全是不像我的 但是現在呢 兩隻猴子 經常都養著 啊 爸爸要不要上班 啊 爸爸什麼時候陪我玩 這個其實是我真真正正的價值 OK 好 我繼續下去 所以其實我剛才說 價值呢 其實是你得到什麼 所以今天在自私環球這個平台 我們很重要的是 要知道 自己 來這個平台 要得到什麼呢 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要賺到多少錢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錢是沒有動力的 因為當時我來到這個平台 我要求 我想的是什麼呢 我的目標 再加上我的夢想 就是要一個月賺百萬元 因為百萬元港幣 因為我家庭的開支 一個月我是需要百萬元的 所以當時我做 你說我努力嘛 我非常努力 但是 得不到很大的成果 其實背後的推動力 我發現錢並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是錢背後我們所得到的價值 所以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價格和價值呢 其實只是差一個字而已 但是會隔了千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呢 在我們的腦海裏面 在設施環球這條路上面 你會看到 我到底今天是來到 為了純粹要賺錢 但是錢 當你得到錢的時候 你想過什麼的生活呢 或者這個價值呢 也都未必會是錢的 比如剛才大家聽到 我們最後分享的那位 是叫Chloe 我們美國的商鑽石總裁 其實從一個很平凡的 一位家庭的主婦 竟然在這個平台短短 兩三年的時間 就成為了美元的百萬 抱歉 她已經是美元的百萬富翁 其實她是一個富太太 但是 在Chloe身上她得到的價值是什麼 她看到 可以借助折銷環球這個平台 用她的能力 借助系統的工具 可以協助到她身邊一班的朋友 都可以過著和她一樣的生活 所以大家剛才看到 Chloe她和我分享的時候 她是非常之有passion 那個熱誠是非常之充足 熱誠非常之澎湃的 所以這個就是 價值和價格 一個最大的分別 所以如果今天 當你在節思環球下 你看到 我知道了 第一個觀念搞清楚 第一 你的動機搞清楚 原來我發現 我自己最想得到什麼 好了 那我現在開始要做什麼 馬上行動了 那在行動的過程 我們都有這個方法 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 我們必須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招募了 招募就是我們開始去準備 去和朋友溝通 截私環球這個生意 在我們的系統的方向裡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315的法則 那315法則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 每天我們去見三位的朋友 而一個星期我們只是五天的工作 所以如果每天見三個 一個星期五天的工作 那這裡就是十五個人 換句話說 一個星期我們會跟十五個 我們的朋友 親朋好友 去跟他們接客 去溝通什麼 我稍後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星期 你就跟十五個朋友的接客 而一個月四個星期 我們就會見到六十人 在六十人之中 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 將我們的親朋職友 扔入我們系統 扔入我們系統的工具裡面 去做個篩選 因為每個人 今天他會不會發展 做設施環球 他會不會看懂 我們今天這群生意 No 你永遠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 必須要將你的朋友 扔入那個系統裡面 這個我們叫做 315的法則 所以一個月 如果我們已經是 跟六十個朋友 溝通的話 當中 總會有人 say yes 總會有人 say no 那其實這個就是 篩選的過程 所以 在做315的法則 我們招募的時候 有一個順序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 我們要先列好我們的名單 在名單上面 你不需要去想 陳大文 準備結婚 他很忙的 他不會做的 我不寫他的名字 啊 啊 啊 剛剛 哇 他就有個新的家庭 組織了 是不是 哎呀他又不會做的 啊 啊 一切其實都是你 意會的 你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你的朋友 他背後真正的想法 到底是怎樣的 好像 在我來到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介紹 其中一位的朋友 他 他是我們今年的鑽石的總裁 Franco Franco 之前也是有很多的物業 去收租 其實他都過著半退休生活的狀態 但是當時 如果我用這個角度去留意 Franco 要不要賺錢呢 他未必會看我們今天這份生意 但是當時我沒有理會了 我就一於就是用系統的方法 怎樣 將我朋友呢 丟進去系統的工具裡面去做篩選 系統的工具例如有些什麼呢 比如大家剛剛看到我們ZOOP的網上視頻的說明會 我們有廣東話 有國語 有英文 有西班牙文 有印尼文的 每個星期有十多場的會議 另外如果譬如我們大部分的國家 在線下 我們都會有一些的講座 有這個OPP的講座 我們也可以邀請我們的朋友過去 所以第一就是 我們先列好了名單 第二就是準備好一個 你自己三分鐘的故事 為什麼剛才我說的價值和價格 這個分別 大家要看到不是說 我的故事就是 我今天來到哲司想賺多少錢 在這個故事裡面其實是沒有靈魂的 而最重要是 能夠導出 最後想得到些什麼 而今天在生活上 你遇到的痛處 遇到的不圓滿 遇到的甚至可能一些困局 一些的困境 是些什麼 你的朋友呢 他會因為聽到你的故事 而有所感染的 而詳細這些教導的方法 在我們系統的視頻下 Youtube 裡面 我們有一個 USGS Official Channel 其實你可以訂閱它 在裡面有很多的視頻去教導大家 而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雙鑽石總裁 Yvonne 她說的 如何包裝我們的故事 裡面有三個最大的重點 好了 當我準備好人名單 準備好三分鐘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正式開始去做腰藥了 很多的拍檔我看到在過去 她說我約朋友有些困難 我不知道怎樣跟朋友開口 我一跟朋友說 她就發現 她就說 我沒有什麼興趣 都是網絡營銷 為什麼會遇到這些呢 一切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講得太多 我們邀約最大的原則是做什麼呢 第一 是要坦白去面對自己現在的狀況 你開心見識 你坦白去跟朋友去講出 今天你到底 你的處境 為什麼你體統 摺絲環球 摺絲環球 能夠為你帶來什麼 所以 你跟朋友溝通的時候 我們純粹都是聊天 譬如可能你約個朋友 內部見的 在電話 打電話給她關心一下她 關乎到她的工作 最近怎樣 她的家庭 或者可能她有什麼嗜好 平時每年她都去一次旅行 今年你有沒有打算 去哪裏旅行玩 一家人 在中間的過程 你會問到很多東西出來 而你的朋友可能就會說 旅行啊 今年沒有了 因為可能生意其實都一般 或者生意很好啊 我多開兩間的分店 現在簡直忙到 非常忙 根本沒有時間去旅行 你就會看到 你找到一些她的需要 需要 如果 剛剛我講的這個例子 你的朋友 她是 怎麼說 你的朋友 她今天如果沒有時間的 如果 你今天可以提供到一個方法 有一盤生意給她 不用那麼忙的 但是 完全可以得到現在她的收入 甚至乎將她現在的收入翻倍的話 你試想上 你的朋友會不會有興趣去了解呢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用 截屍環球的產品 並不是用截屍環球的實力 過去我們得了多少個獎項 如何厲害 以去吸引你的朋友 因為 當我們講很多這方面的訊息的時候 你的朋友只會誤解了 以為是你想推銷她買東西 她會看到這件事是對你好 不是對她好 所以她就會落閘了 她就會怎樣 作一個抗拒狀 我不需要了 遲些先 但是 如果你的出發點 是為了你的朋友好的話 那就會不一樣 為什麼 你的朋友會用心 真是經歷你所說的事情 咦? 那有機會 那到底是什麼來的? 你就邀請她 去出席我們系統的活動 就是剛才的Zoom的視頻 帶到當地 大家你們當地 一些OPP的網絡商機的 一些簡介會 一些說明會就可以了 好了 第一步就是大量的去做什麼? 去做招募 用315的原則 但是這樣是不足夠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節肆環球 帶回來給我們 帶回來給未來大家 所有的收入 我們要賺取的是一個 叫做持續性的收入 一個被動式的收入 可謂持續被動式的收入 就是說 無論可能你發展了一段的時間 放下了 節肆環球 你都沒有怎樣工作 或者工作量只是很少 但是你的收入 和你的工作量 是不正正比的 OK 這就是節肆環球 最吸引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在經營的 其實是一個團隊 所以並不是靠你個人的努力 我們是要將你的努力 過去你的努力 你所做的事情 複製到下去 給你身邊已經加盟了的朋友 只要 只要 只要他都做到這個動作的話 你的持續收入 開始就會帶回來 所以我們生意 其實都是不斷的複製 然後當這一層次的拍檔 他加盟了 然後他再做 都是怎樣? 將他們學懂的事情 再教下去 那這個絕對是要借力做什麼? 系統的工具 所以 最重要的是 在前期的階段 我們要複製什麼? 複製好我們的基本工 何謂基本工? 最簡單 最直接的 就是第一 你的邀約的技巧 你今天怎樣去做 邀請朋友 剛才我所說的 用心 為了一個朋友的出發點 今天看到一個機會 可以幫他改變現狀 是用這個方法 來做腰藥 並不是說 用 節肆環球產品多好 給他很多產品見證 他做什麼的 reserve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用完了 Oh my god No 絕對不是用這個方法 你的朋友會誤解 複製正確的方法下去 第二 譚單 怎樣去跟別人 表達節肆環球 當然在前期 朋友記住 你們自己是不需要去說的 你一定是借力交給系統說 譬如說你約一個朋友 上來zoom的視頻 其實每次當你的新朋友 看著 你自己看著的時候 逼不去陪你的朋友看 你在做什麼? 在當中的過程 你就是學習 每一位講者 他怎樣去表達節肆環球 在獎金制度的部分 在公司背景的部分 其實他們是怎樣說的 你每次的收看 其實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最終 有一天 你必須要自己去懂得 去談單 第三 就是去處理成交 當我朋友來到 亦都是 系統的活動出席了 他有興趣 我們怎樣可以去促成成交 到底這些方法 大家也懂不懂 在系統的視頻裏面 亦都可以學習 而今天我只是簡單 跟大家講一點點 在成交過程 最重要都是你三分鐘的故事 為什麼? 因為我和你的故事 就會感動到你的朋友 亦都令他產生到 會有一些共鳴的 借助別人的故事 用你自己一個真實的故事 因為當你講出你內心的痛處 你講出今天在節肆環球 看到的你的朋友 他的內心會有些戚戚然的 有些是這樣的 我都碰到這件事 我也是這樣的 我也想改變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這件事 盡快促成朋友的成交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並不是為了 我介紹朋友來買些產品 加入了 我賺了一點點 直接推薦獎金 我相信今天 螢光幕面前 每一位的朋友 來到節肆環球 並不是希望 純粹就是賺 每個月的主動性收入 因為 這個對我 我是絕對不感興趣的 好了 剛剛那就是第二步 我們回顧一下 第一就是招募 你招募完之後 就是為了帶來持續的收入 所以你要將 你懂的事情 將你做的事情 你的努力 複製下去 給你下一層次的親朋戚友 你加盟了的夥伴 好了 當你懂得做這個複製的時候 你發現 收入已經開始倍增了 並不是用你自己個人的時間 去收入回來了 而第三 最重要 如何責勻到的組織 這個才是在節肆環球真正的價值 因為帶來給大家 未來就是每一個 豐厚的財富 不一樣的人生 令到你可以完全擁有時間的自由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一環 是做什麼呢 我們要責勻組織 怎樣可以責勻組織呢 其實好像火箭升空 在螢光幕左邊 大家看到有一個圖片 你看看 這個火箭從地面發射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很長的 其實裡面是有很多燃料的推進器 大家看這個圖片 它每次一推進上到某一個高度的時候 它是會脫離的 看到嗎 一二級的火箭 它就分離了 這些其實是什麼呢 去到某個高度 它就會脫離了它的燃料瘡 燃料庫 因為沒有了燃料 當它掉下來的時候 第二個的推進器就會 它再怎樣 再去推進火箭 想更高 然後去到某個高度 那些燃料也都用完了 這個就怎樣 也都會脫離出來 第三個推進器就會再進發 一直去對抗這個地深吸力 當去到離開了大氣層的時候 準備進入太空了 就怎樣呢 當它上了那個軌道 進入了那個預定的軌道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動力去推進 它自動已經圍繞著軌道去行 而今天這一點 正正就是很好反映到 在節思環球今天這盤的生意 其實怎樣 這些燃料的推進器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系統裡面 公司裡面一系列很重要的課程 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個推進器 其實就是我們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剛才大家看到阿威令 在馬來西亞 他們也是在進行在這場的總裁班的現場 所以這些呢 其實就是大家在節思環球裡面 一些的燃料來的 你去到做什麼呢 去跟你加力 第二 就是接下來我們在8月6號、7號 在香港會有一個創業的新典範 而我們8月1號、2號 在印尼也都有一個英文版的創業新典範 所以 大家今天如果你是未報名的話 在這個創業新典範必須要出席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是銜接上 艾莫老師總裁班的過程 我們上完艾莫老師總裁班的過程 我們會發現 哎 我明白了 終於終於懂了 因為Patrick 我自己過去 在總裁班 我上了二十幾次了 我上完第一次的時候 我終於醒覺 我發現 明白到為什麼我過去 會出現這麼多這些起起伏伏 一直都是怨天猶人 但是 當我上完艾莫老師總裁班的時候 我發現 問題到底出現了在哪裡 如果我早一點遇到艾莫老師 上到這個總裁班的話 我相信我的際遇 會有一點的不一樣 所以 當艾莫老師其實 我們已經通過了 我已經知道了問題 好了 那我到底折絲環球整個道路 我應該要怎麼發展 用什麼方法呢 今天就銜接著我們的 《創業新典法》 另外還有設施大學 我們設施的年會 設施的年會 以及我們系統的年會 大家這些都是 去幫大家加力 將不斷的加能源 將大家推進去上更高的一個高峰 那必須要借助什麼呢 這些我們系統裡面的活動 因為 一切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系統活動裡面 等待自我改變的一天 有很多朋友會發現 總是 和人溝通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組織發展了一段時間 為何會進度 都不是十分之快 未如自己理想呢 一切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等 在系統裡面 不斷的成長 等待改變的一天 我們經常都說 誤到一下 到底誤到沒有呢 看到 你聽過 看過 你做過 和你誤到 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東西來的 那今天我也是跑了這段 三年多的路 慢慢 一步一步 我在這盤生意上面 不能更加多 所以同樣 可能今天大家聽過一句說話 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 你走過段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哎呀 我明白了 終於明白當天 Patrick為什麼這樣說 終於明白當天 為什麼我們的領導人 對我這樣說 所以 最早 Kim 我們系統的創辦人 他跟我說 他說 五個M的原則 什麼意思呢 他說 More meeting means more money 五個M 我當時其實我不明白的 是嗎 最早期我剛剛交民的時候 我都非常自愛用我自己的方法 OK 好 幸好 得到我們系統的領導人的高人指點 令到我馬上懸崖立馬 我選擇做什麼呢 相信 這樣才可以得到今天 這個小小的成就 所以 當時我系統的理論 我說五個M More meeting means more money Patrick 誤到嗎 No 我誤不到 但是今天 這個已經成為了我在 節肆成功的座右銘 一個很重要的格言 有任何的活動 大家都要出席 記住 五個M代表什麼呢 More meeting means more money OK 好了 最後我知道 在現在這個階段 有很多的拍檔 都借助現在這個機會 在7月31日之前 他們很努力去把握 去做什麼呢 繼續有這個新朋友 去爭取出席 我們美國7周年的慶典 到底這個慶典 有多麼震撼的呢 馬上 其實我們背後的 Amin 我們會播一個 影片 給大家看看 這個 影片其實是一分鐘左右的 給大家看看 一個國際的盛匯 到底帶來會有什麼 的效果 到時候的情況會 好 大家看完 我們再回來 我們可以有的 我們來回應 我們可以幫我們 用不去的 我們可以 看完 一些 功夫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再不吸引 早 我們可以 看完 看 我們可以 看完 我們可以 好,沒錯,就是我們在美國,接下來的10月份 公司會招待所有的夥伴 出席我們美國七周年的慶典 這次為何會這麼隆重歧視? 公司會將三架Benz拿出來抽獎 並不是做到什麼業績就送給大家 是用來抽獎 人生我未試過發展任何一間公司 任何一盤生意 公司會拿Benz出來抽獎 另外還有港幣200萬獎品 全部都是世界頂尖一級的品牌 我想最重要其實不是純粹說 如果抽獎得獎過程 是有機會自己擴闊了視野 去看到一間的公司 純粹環球從短短在六年多前 什麼都沒有的 一間小小的公司 現在已經擴充了 大超過五倍 我們的公司 有二十三萬呎的辦事處 所以我們過去除了出席我們的慶典 七周年最後一屆國際慶典 因為我們已經全球找不到地方 去容納這麼多人 第二 我給大家看看 所以第一就是出席我們美國的慶典 第二公司也會有一張是迪士尼 而全球最大的迪士尼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美國的Florida 它不是叫迪士尼樂園 它叫迪士尼世界 另外還有四晚住宿的酒店 公司也會包含 所以我們所有這些旅遊的體驗 其實公司都是送給我們 請我們去的 我們只是用一件事 用什麼呢 我們就是用一個旅遊積分去換取 這次非常難得的就是 上一次我們去地中海的郵輪 公司是要求我們要累積到 五百個旅遊積分的 但是現在我們只需要累積什麼 三百分而已 就已經可以出席我們美國這次的慶典 包括門卷 包括迪士尼的門卷 包括四晚非常豪華的酒店 所以三百個旅遊積分 到底怎樣去爭取呢 其實當我們每推薦一位的朋友 其實如果你過了7月31日做推薦的話 你得到的獎金完全沒有分別 但是如果你在7月31日之前 盡快把這個機會告訴你身邊的親朋戚友 你會贏多了一個資格 做什麼呢 公司聘請你去旅行 但我們並不去普通亞洲的地方 我們去哪裏 我們去美國 OK 你會見到最震撼的場面 在過去七年最爆炸性的事情 一切都在我們美國聯會裡 你會一一收錄在你的眼底裡 而當你出席完回來之後 你會有一個感覺很澎湃 你去和你的朋友溝通 去講捷斯環球的生意的時候 我告訴你 狀態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回應今天的主題 就是因為 你非常大機會 會在這個活動裡面 看到捷斯環球真正的價值 因為這次全球廉會 是會總動員全球的diamonds 所有的鑽石 超過200位的鑽石 系統的創辦人 老闆公司的創辦人 一切最重份量級的人物 全部都會出席 還有非常非常 在世界級的一個培訓師 John也會親臨到現場的 所以這一次 是你絕對不可以錯過一次的體驗來的 好好定好目標 用今天大家學到的一些方向 全力做招募 第一步現在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這件事 好嗎 希望在下一次 我們系統的活動的時候 會見到大家 而在這裡我也跟大家講講 譬如說 如果在大中華區市場 我們在7月16 7月14 太多屆了 12、13 14、15 16、17 我們都有一個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我們一開已經連續開三屆 現在16、17號 還可以繼續接受極少量的名額 如果大家還未報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就馬上找回你的介紹人 上去我們的連結 馬上可以進行網上報名 好嗎 下一次系統的活動再見大家 而類似今天這個廣東話的視頻說明會 除了在香港的時間 星期日下午12點 好像今天的時間之外 另外 在香港的時間 星期四 夜晚的8點和10點鐘 我們都會有兩場 所以每個星期 我們有三場的會議 大家好好借力 系統的活動 接下來 星期四 希望可以見到大家 約你新的朋友 去上線了解 哲思環球這個相機 好嗎 祝大家 在今年下 7月31日之前 盡你最大的能力 可以達到 你的人生 一個小小的目標 因為 夢想怎樣實現的 都是由目標 一個小目標 小目標 逐個小目標去達成 這個 就作為自己 一份小小的禮物 送給自己 和你一起 過去你那邊玩 好嗎 下次系統的活動 再和大家見面 好 今天的我分享 就到這裡了 再見 再見 拜拜